22日 黄毅诉黄毅清侵犯名誉权一案 二审开庭审理 法庭上的黄毅情绪非常激动 并哽咽落泪 他希望法院能还他清白 让女儿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坏人 而当晚黄毅清也做了直播 并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 他之所以发布一些过激言论 都是因为不能见到女儿 23日凌晨 黄毅清再次发文 表示自己很无辜 还暗讽黄毅法庭落泪 是演员的眼泪 收放自如 还求黄毅放过 表示自己惹不起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